刚才红柱同志主持词已经讲了 这次我们举行这个陪审班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回全覆盖组织建设之后 现在组织建设还在正在其次进行之中 如何把贯彻十八大 十八届的二种 三种 四种全会精神 如何真正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学习好 领会好 这是我们这次培训团的最主要的 因为大家来自各个战线 说实在的有的人也从来没做过纪检工作 纪检监察工作没有做过 应该说进行这个培训 认真的大家认真的学习 领会中央的精神 然后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这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这次培训班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常委会是高度重视的 我呢 比较早的呢 就自曝奋勇 说这个班太重要 我 我做 我到时候 我要做 我要讲第一讲 第一讲 我原来整脑子里面有个思考 后来我看了一下 后面我的副书记们的讲课 基本把我想的讲的 基本都讲了 后来我就想 最后我自曝奋勇 最后我找不着自己 这讲话的位置 应该说 我们各位副书记讲的专题 都具体的体现了18届中央一来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党逢廉政和反复外斗争 是吧 纪律检察委员会 是吧 和监察部 就纪律检察工作的 各个方面 作为专题的宣讲 也体现了我们 中纪委啊 二次三次 四十五次传会的精神 后来我一想 我这人反正就这样了 那我呢 就讲也讲啊 我们 我就想 我就讲一下 我们这个常委会啊 对吧 在十八大以来呀 在学习啊 领会啊 贯彻落实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 从某一个领域签入 然后呢 做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不长 但是呢 试着讲出来啊 看看大家这次培训过程中啊 和自己的学习啊 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这个 看一看毛主席那个改造我们的学习 那篇著名的文章 我们的学风啊 是要改变的 我们的学风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 要恢复我们的 学习啊 要和自己的思想 工作实际啊 紧密相连 今天我想讲呢 那就是从一个领域签入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现在大家对这句话已经越来越耳熟能详了 几乎我们的所有的报告结束于啊 正式的报告 基本上都有这句话 对吧 所以呢 这句话说起来 对吧 好像是 对吧 耳熟能详了 但是呢 怎么把这句话 真正的领会 而且把它放到历史中去 去思考 我这一段啊 突然想起啊 就是毛主席啊 在49年啊 中国政协啊 决定着中华人民国建立的时候 说的一句 开幕式上的一句名言 这句话说真的都知道 占人类四分之一 这中国人 从此 从此占领起来 这句话我估计没有人不知道 但是这句话 想着好像很普通 但是仔细 但是仔细 我想起 我说这句话 来之不易 对吧 这就是我们 经常讲到的 对吧 第一 中华民族 五千年 绵延不断的历史 我们曾经啊 有过我们辉煌的时代 我在学习组织在思考这 这句话 联系总书记提出来的 伟大复兴中国梦 其实啊 我的一个感觉啊 五千年 绵延不断的 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这在世纪上 是在全世界 是最具特色的历史 在世界的人类文明史 可以说 有很多文明 没有历史 咱们讲的玛雅文明 没有历史 印度的文明 没有历史 古埃及的历史 也没有绵延不断的传承 真正有绵延 传统的 是中华民族 还有一个 就是以地中海文明 所谓古希腊 古罗马 最近我还跟这个外宾在聊的时候 我说 跟美国人 我说你们老说美国人就两百年历史 我不同意 美国的历史文化传承 来自 我说你们可以说是地中海文明 这个有文明还必须具有历史 它是什么 有前提的 你看现在考古发现了 玛雅文化的很多历史 古埃及的很多东西 是吧 是吧 韩生同志 你这外交部的 说的不对 你这个 里通外国 你可以提出来 是吧 是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个标志就是说 它必须有纪念 而且有文字的记载和传承 很多文明 断 没有记载 完全现在靠考古发掘在恢复 你看中国 我曾经有过 中国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这个西夏国 历史上有这个西夏国 也有西夏文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考古了 为什么说古希腊 古罗马 它这个历史文 它算是一个有记载的历史文明 就是什么呢 就来自于 古希腊的希腊 这个人曾经写过一本书 就叫做历史 这个人大致在公元前五世纪 我个人的这么一个思考 有的人说 相对 日本人说 相对于这个 中国人的文明 的传承 和希腊 和地中海差不多 希腊 他讲司马迁 我说那不对 真正中国要说有记载的历史 要从孔子算起 春秋嘛 你看咱们春秋 孔子说的 所记的叫春秋笔法 司马迁都是以春秋笔法为著称 历史的记载咱们现在最早的都是 应该说从边缘上来讲 应该说我们有 左侍春秋 古梁春秋 公阳春秋 当然这里面占主流的是左侍春秋 所谓叫春秋左传 司马迁呢 实际上继承了这个笔法 写了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 叫史记 所以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文化 还特别奇怪 绵延不断 那么 成绩下来了 那么我前一周到河南那个安阳啊 看了一下阴虚啊 说像这中国这个甲骨文啊 象形文字啊 以至于一直传承到今天的中国字啊 都能看出来中华文化的 从文字上的一脉相承的传承 这在世界上可没有 包括地中海文明 古希腊语到底是什么 将来你们可以查 没什么 没记录下来 因为他们什么 他们是批音的 我们是什么 表意 他们是表音 他们的文字是表音 而是想中国啊 如果说要表音的话 中国得多数国 就是说得有多数种文字 嗯 是不是 红州同学在浙江文学国 你说那温州女 我的妈呀 那温州女整个浙江人都听不懂 我在广东中要做山头画 广州白画 对不对 不通 相互之间不通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传承啊 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啊 这是中华文化 屹立于世界历史上 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是吧 我们叫做中华儿女啊 中华的子孙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历史上 应该看到这点 我也记得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在青少年时代 学历史啊 就喜欢什么呢 就喜欢那个 看古代史 然后甚至一直看到唐代都觉得特过瘾 到宋代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最怕学的是什么史啊 最怕学近代史 咱们这近代史 断代啊 一断就断到哪了 一把四零 这一把四零的历史啊 这看着啊 心里面就纠结也郁闷 难过 鸦片战争啊 用当时帝国思想 这是一个醋儿小国 怎么就 也就轻把我们 就把中国的名户打开了 各地赔款 是不是 第一次亚边战争 第二次中英战争 人家炮电就能顺着海边一直往北走 然后进了淮河上天就 在做工夫 打哪儿去哪儿 其实没多人 然后再想 中日甲午战争 现在一看着甲午海战 是不是 然后呢 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打仗 日俄战争 在中国的土地上 两个外国打了 抢什么 抢中国的利益 对不对 进而呢 我们再看 所谓的 伊斯大战胜利之后 作为参战的中国 竟然在凡尔赛协议上 胜利国凑在一块 把战败国的 山东的利益 交给谁 交给了日本 那不就爆发了 五四运动 所谓 卖国持有的 二十一条 对吧 前世不忘 后世之时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实际上 从1840年 以后 中国的知识人人 和中国广大的人 中华民族 就从来没有 甘心 与我们 对动挨打 从来 从来都想 恢复我中华民族的 强盛 为此 应该说 学东方 学西方 那时候 所谓中国的 联学生啊 就开始到各地 各国去学习 有时候要学法国的 有时候要学英国的 有时候要学美国的 这就是当时 所以说 知识人人 中国人当时 还不是说 内忧啊 外患不断 丧权 我国啊 是吧 以至于在中国 要建租界 是吧 租界 有的公园 竟然挂出了 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 这是标志性的 西方列强的人 在中国犯了罪 不利用中国的法律制裁 如果放在这个历史的话 回放中 我们不能忘记啊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为什么 毛主席 在天安门 用了个人民英雄 涌垂不朽 我又联想起后面那个碑课 碑文 由周总理书写的 实际上正写的 名 讲的什么 讲的就是1840年以来 不支持人 不支持人 那么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毛主席用这个人民英雄啊 实际上就是他囊括了整个中国 中华民族的 历史上的英雄 为中华民族的强盛 独立 奋斗的英雄 说真的 我和一些同志们讨论过 我说你看主席还真有眼 他没有用革命英雄 对不对 他用了个人民英雄 和背面的碑文正法配合起来 然后和整个那浮雕配合起来了 你看那浮雕 从什么 从鸦片战争 一把四人 对不对 整个的浮雕 写了中国近现代史 所以我们学习总书记讲话 大家都说总书记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对不对 也没有那种什么 深沉的使命优患感 顽强的意志平成 什么叫强烈的历史感 你们要把总书记系列讲话 看一看 他大量引用中华文化 历史文明 历史文化中的灿烂的 天长 在蒙古意义上可以说充分的体现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维吾主义 文明史 放到什么 1840年以来 其实中华民族已经就在 开始了 伟大复兴的 斗争 什么叫复兴啊 复兴这个词是什么 恢复兴起啊 那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是站立在全世界 我们的历史的大部分历史 在人类的历史中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名列前茅啊 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啊 政治 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我们哪个方面不是名列 细界 有类属的 我们曾经长期的占有 领先的地位 我讲的恰恰是农耕文明为主的时候 我们是在 前列 我们落后就落后在了 农耀文明 这个阶段 你们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它确定 我们把它放到历史的环节中去考虑 我以为啊 这样的思考啊 可能更有 更能够深刻领会 对吧 那么 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靠什么 这就是刚才历史证明 在若干 探索 实践 和艰苦 逐绝的斗争中 过程中 最后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 中国人民 选择了 马列主义 选择了 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 党的历史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能想到 秋锦算不算人民英雄啊 徐西民算不算人民英雄啊 我说毫无疑问他们是人民英雄 新东山领导的同盟会 最早的国民党在推翻满清 腐朽政权的时候 是不是人民英雄啊 毫无疑问 人民英雄 你可以想见他们的主张 最后呢 是我们 穆斯运动 之后 一直到 1921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小变大 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经历了抗日反法西斯的战争 一直到解放战争 一直以为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 说出了这句话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主席说的话 原话 从此战争起来了 从此战争起来了 哎呀 经历了多少年呀 1840 到什么 1949啊 整整一百零九年呀 这个历史我们 对我们理解我们这个党 对不对 是吧 理解我们的人民英雄们 我认为是极为重要 更重要的 在党领导下 今年是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年将迎来66周年 66周岁 您翻新 靳明总书记 这个系列讲话里 有一篇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的讲话 嗯 红豆我记得是在党校讲的吧 是不是 那篇讲话 引起了很大震动 我是用真的聆听 而且是 很好的思考 我联系历史的实践 现在我们有些人呢 把前三十年 和后三十年 对立起来 嗯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三十年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那我跟有人讲 我说我们的民族工业化 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建国开始的 是从建国开始的 我们可以说在文革结束的时候 也就海革开放前 我们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民族工业化的基本的基础 咱就不说别的吧 大家稍微聊点点历史 一到八级部 八个机械工业部 怎么分出来的 哎 别说 好好地原识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中部的基检组组组长 你们知道吗 工信部的统织应该能说清楚吧 对不对 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前 把原子弹爆炸了 更可贵的 有很多人没认识到 但是我的思维思考里有这条 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这些人是谁培养的 恰恰是中华的民族国解放后 我就听很多 不管是工程师 还是科学家 我说的是解放后上学的 也包括我们的一些 高中领导干部 他们都跟我说 如果没有共产党 我根本上不了大学 别说当工程师 我都说上大学了 连高中都上不了 很多人都是靠什么 靠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学金 我估计在座的岁数大一点的 可能还有知识 起码了解 起码比我们再大一泡的 比我再大一泡的 很多人都想识 都知道 我就听他们讲过 没有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上不了学 在我给你们讲农村 现在都提这个 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包产到户 我确实参加过 八十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 连产承包责人质 包产到户 毫无疑问 从体制和机制上解放了农民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体制性 适应于农村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 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当时啊 如果刚解放 包产到户就好了 我认为你缺乏历史的知识 最近我们和一些同志们还在谈起 中央的同志们 我们一起聊 了解 我是深深知道 如果没有三十年大喜 兴修水利工程 那天说起来南水北调 植树嘛 到那个南水北调 团城湖那边去植树中央 就说起这个南水北调 小学丹江口水工 还有你那个 浙江的 西安江水空 什么时候修的 同志们 我前一段到河南看了红旗渠 什么时候修的 最困难时期修的呀 对吧 如果没有那样的水利工程 我还想我说幸好修了 那时候修说淹谁就淹谁 说拆迁就拆迁 湖北的同志都知道 西安江的 这边都知道那水库淹了多少 有的是整个县城在淹的 请问现在在修这样的水库 你们想一想啊 对什么成本呢 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呀 这是一个前提呀 还一个前提呢 同志们 却要把历史文物主义的人 就是十三套大化肥呀 还有毛主席提倡的 这个农业的那个八字方针啊 土肥水肿 密宝管供 农村的教育 农村的卫生 历史上血湿成病 从来是 长江一道的演化 这条血湿成病竟然被根除 你知说这是多重要的劳动力素质啊 身体素质啊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 还不如一些境外的老华人啊 他们有的人说真的包括台湾的 他们回来以后都不相信啊 我说的不是现在回来啊 我指的是七年代刚改革开放 初 就是七八七九 八二年代初啊 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农村能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 农村是凋敝不堪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想死 我不是那时看着这个 我说上一届我这是老看着这个 我们这个外交部啊 就为这个伊朗拥合呀 朝鲜拥合呀 哎呀 你看那个美国呀 就丁住了 我记得我们大家有时候意义义书强说起 说要不是老人家那时候 永远在啊 我们这么困难的时候 我一直扑腰带呀 17年没找过工资啊 同志们 我们愿是把原子价清淡给搞出来了 那时候谁管得了中国啊 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 现在要发展核武器 我看这问题还大了 是不是 没有核武器 说实在的 这个东西毛泽西从开始 他就说了 哎 我们不首先使用 但是我们有和没有不一样 当时的淳衣外长 当时兴奋的说 有人这玩 我这一说话腰杆就硬了 航生是这话吧 对不对 苏波同志 你在工资部干这么多年 你想一想嘛 历史的回放嘛 现在的年轻人还穿越 我说你们好好穿越穿越 中华民族的历史 你们也不至于 最后变成历史区别 越来越是人家的远 你们也不至于 没有爱恶主义的这种情怀 也不至于没有对中华民族 灿烂的历史文化的 这种骄傲 自豪和自信 是不是这样 而这就要说到了改革开放 实际上我们经过了建国三十年的探索 我们发现了我们存在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存在着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存在着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 我们政治决定论上了 走上了什么 走上了一种荒谬 所以三中全会就是起到了这个历史的转折 建立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再一个把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和什么呢 和四项基本改走 这不就是邓小平理论吗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念稿子的时候 这个邓小平理论 马列主义 毛肚思想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 它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到今年说真的 七八年算起 到今年呢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然后再回头看这个理论 我怎么办 它被我们实践所证明了 竟然把十三亿的中国人过了什么 问吧 基本实现了小抗 在这个过程中 全中国人民 受益 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原来物质文化 文化都谈不上了 那想想那个粮票 富士本 这是我们现在都经历过的 就现在台上做的 底下做的不少同志都经历过的 曾几何时 现在谁还能记住 粮票 粮票都进了国务馆了 现在能把全国粮票 所有粮票都积累起来的人 跟机油票一样的 是不是 我请问 在世界 毛主席说 占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站立起来 我们经过了 六十 五十年的奋斗 可以说 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 而基本实现了小抗 我平常讲 衣食住行四个阶段 九十年代我给外宾 讲那个温饱小抗 挺费劲 我突然想起来 我说 中国四个字 衣食者温饱也 再解决住行就是小康 你们想想吗 现在咱不住 全围着这个住 行吗 什么高铁 航空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以至于农村叫什么 村村通 百游 或者水泥路 叫应链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这些同志们 在地方公路都知道 对呀 以至于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 我们就看到人的那个路啊 那反而又产生了一种虚焦气 说他们太落后 太破烂了 啊 啊 啊 以至于现在孩子就觉得 说到美国没有你们说的吗 说那个新鲜感呢 说真的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这个飞机上在洛杉矶飞的差不多 说要降落了 下了灯火一片 整整是 半个小时 我简直觉得就好像进了什么 呐姥姥进了大关门 而我上一届说真的去几次美国 我感觉美国确实 基础设施完全的破败 真是 是吧 对吧 对吧 咱们现在高峰路已经都修得 都超前了 是吧 有些高峰路修得说实在没车啊 车楼上小啊 交通部级检组织 应该了解这条啊 啊 是不是 我们把紫森的事都干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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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说真的 干得越早越好 值 为什么呢 越晚越干不成了 就是拆迁 赔偿 拆到谁家谁不干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还是赞成他 基础是搞了总归汇集后代子孙 现在他就是没车跑 将来一定需要 半岁的发展 那肯定需要啊 但是呢 起码把那路给占上了 他是路啊 谁不能在这上当地盖房子了吧 对不对 你看日本这个国家 机场毒死 但是他的机场二高速 二十三十年没建成 就是因为拆迁 我说现在也别太埋态 中国共产党的拆迁的统治 这些人在历史上 也可能人家还在记 虽然有点野蛮吧 对不对 做的这么不够细致吧 但是他还是 把这些东西给修起来了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看改革开放 和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我们三十七年 我们再来回味 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句话 你们再去联系十八大确定了 这个无一体的建设 对不对 对不对 再去联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 再去联想 十八大所讲的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三个自信 理论的 道路 和制度的执行 坏了 讲长了 没事 对吧 上午没有别的内容 就这一方 我自己的思考 我觉得我们大家学习 十八大 三中四中 学习中纪委 一定要把我们的历史 把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和历史联系起来 这是我讲的一层意思 再一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我们这个伟大复兴中 在实践的探索中 与实际进 提炼出来的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核心 也是这个历史能够证明的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这条道路 走不通 本身这条道路的制度 自信 这条道路的确定 所以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本质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条 我们要毫不动摇 无论从我们的理想 信念 到终止 远远远从我们的路线 方针到政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应该说 在坚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才确定了两个百年十八大 一个到二零 二零年 实际上就是我们建党一百周年 全面实现小卡 刚才讲的是基本 然后 二零四九 中华人民共和百岁 百年 然后就是 雷大复兴 就是 从四几二零四九的基本实现现现代化 到全面实现现代化 那将是更长的历史真诚 用小平民族化 几代 十几代 几十代 后来我一想 十三亿人要都实现现现代化 那确实得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实现 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 我们面临的挑战 十八大报告都说清楚 而你们在看总书记的讲话 实现实现无一步是从 结合十八大的精神 联系当前的实际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 始终把脚步踩在这个点上 坚持着这个方向 道路 所以我们的基本体系 充满着这种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辞职 而且决绝的证明 历史的辩证的 而且大量的对照 来说明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那套东西对中国 守处不复 哎呀 那这个政治定律的坚定性啊 我们党 特别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一定应该从历史和实践中 来建立这个自信 这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是中国共产党是本质特征 那么说句实在话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这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 所以你们最近呢 就要考虑这个 斯帕纳的母议题和最近 我们都在说 也都在念 甚至也在实践中在贯彻的 四个全面的战略暴化 就是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一个目标 是第一个百年 2020年 全面实现小看目标 两个人字 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 全面顺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最后 第四个全面 全面从严治党 而这个全面 是对前面三个全面的保障 领导 是不是应该这么看 这么去理解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 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中 作为执政的党 人家说中国的政府 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看这句话 没错 我们应该 敢于直面地说这个话 不可否为人的现实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 那么说句实话 我们在座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承担什么呢 这我都把党章给你们念一下 党章第八章 第四十四条 党的各级基地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记住啊 党章是咱们的任务 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 是咱们的任务啊 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诶 很重要 什么叫纪律检查委员会啊 很重要 那你们各级基地检查是干什么的 排除级基地检查 各级基地检查是干嘛的 是党章的规定的 然后呢 协助党的委员会 加强党风建设 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这就是党章 你们不是这次学习吗 将来这谁他们都要讲课的 有一个专门 有一个定位问题啊 那请问我们原来的有些基检组 都干什么去了 一个个人都当副部长 然后基本上封管的业务 当然也有的封管的党务 封管人事的 商务部的王和民来了吗 王和民就封管人事 因为身获一把手的 幸运啊 一般一般 这封管人事不容易 那时候高古城跟我说 不行 这个王和民就封管人事 我说你真信任着我们的基检组长 当然上个业务 我还封管商务 因为我知道 我们有些同志说 基检组长 当什么副主席 副行长 副部长 对不对 副主任务 落实一批 结果党当里 固定的我们基督检 华华后后都让我 把法治之脑后 那么哪个机关没情况 就这一条贯彻 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上 我们中央部门 到底大家坚定不坚定 有没有偏离 你能说清楚吗 我们的纪检组长 是这么想的吗 我是中纪委派出纪检组 我得考虑考虑 这领导这件事 或者是这个讲话 是不是偏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们有些事 是不是机关里 有些事违反了党章和党的法规 不管说我们的纪律检查 不是 我不是说 我们很多纪委的领导同志 连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都没认真看过 党章里有的维护党计啊 回归元教旨吧 把自己该干的活捡起来 最怕的是种了别人的田 黄龙自家的地嘛 咱们那个地是谁规定呢 党章 党内最大的 最高的法队 这将来有专员奖 我不展开了 这是二中全会这个人 现在他才都不提二中啊 我告诉你 我们当时中纪委常委会学习二中认真认真了 因为二人全会讲的是什么 转职能 转方式 转作风 所以我们三次全会就讲了一个三转嘛 聚焦赌业嘛 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不是说出来的 是要做出来啊 就跟今天你们坐在这 七个纪检组的设立 本身就是三十六条的内容了 那是一句话呀 一句话 我们就在中央的领导下 变成了现实了 你们这七个组党 是三中全会的产物 对不对 你们这七个组党组 就是三中全会的产物 那三中全会一字直了 那一句话就决定了 你们今儿就在这了 中央中央把你们的工作都调动了 苏波同志那天 我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说对不起 我当中央纪委书记很没准备呢 你们查一下 十八大开之前 出乎党内外国内外之预料之内外 说王岐山当中央纪委书记 我敢说 对不对 我这句话不算过分吧 对不对 苏贤玉良绝没有想到 说王岐山就要领导我们 对不对 无可能 谁都想过来 你想他 对不对 对不对 实际上就这个 所以我就跟七个组党有的谈话 说你们就什么都别说了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 党叫干啥就干啥 是你 你当时向党申请入党和举手宣誓 是确定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们中纪委现在人事变动之前 我绝不和 一般的都不和个人谈 都等党组织定了 因为什么 我的历史上 好几四个人都是党定了 通知我的 没正确过我意见 好像我都把党史翻了翻 好像中国共产党 历来这个组织纪律 严格的时候都这样 对不对 当然有的人事工作也是要事先征求 那是另外的 也有这种情况 对不对 但是服从组织的决定 这是必须的 不仅是服从 而且还要好好的干 所以我就说 我们我们这个全面从严治党 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和这个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本质特征 然后就决定 最后我就讲一个 这是前面我已经讲完了 最后我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一段 我们中纪委常委会 越来越认识到了 全面从严治党 不是指个别人 不是指极少数 这是我们纪委的任务 就要像党章那样 规定的那样 我们要把党的纪律 党的规律 挺到我们纪委工作的最前沿 这是一个可能 最近有的这个纪委书记 省里的纪委书记跟我说 咱们这个网上把这个挺到纪律前沿 咱们的学斯建物 这些东西 那咱们的省委书记 全批给常委们都看 他们好像感觉到了 这事好像是个信号 其实这个事是应有之意 从严治党哪有说管个别人呢 你看看我们现在都改变了多少 我们纪委纪委不办事就不办事 一办事就叫罢难 说一说都顺嘴了 一考察干部说 这人没有办案纪念 你以为我这是办公监法的 把党内的纪律检查 会混同于公监法是错误的 起码是定位不准确 我们这一届说真的 常委会第一次听 叫案件线索 我和红录听了我们这个 思维小组 所以我觉得不对啊 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 中管干部 全都是背的案件线索 不是很了的 最后我们一块讨论就不行 说的废事点的准确 叫反应中管干部问题线索 什么才能叫案件线索呢 这跟安和各级省委 各级党委 凭准立案审查 这个线索才能叫案件线索 就这个案件线索和公监法也不一样 他首先是要把纪律听到前沿 把伪计 因为实践证明 没有不伪计就直接违法的 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明白 必是先美计 所以我们这个先锋队呀 我们一定要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定要把我们执计 监督执计问责 这个本职守住 请到纪律的前沿 反正意味着我们抓的是全党的纪律 而不是少数 民法犯罪的人的纪律 这位有专题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今天我要把这个话讲出去 因为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讲的是全党 因为我们说这实在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个制度自信 西方现在怀疑着我们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刚才我都讲了 另外我们出现了危险和挑战 而这个挑战主要的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来自于我们内部 来自于中央人民共产党内部 来自于我们党的内部 18届中央说句实话 就这么一个八项规定 反思分 指在密切联系群众的时间教育活动 说实在已经示出了人心的向北 而这种被腐败的这种决心 旗帜立场态度 也示出了人民群众的向北 对不对 为什么说永远在路上 根本就不能说 人心向北的事 就得一门心思坚持下去 永远在路上 就不能说说可能是一阵风 可能也就是搞搞运动 过两天就收呀 我记得八项规定第一年 有的人就问过我 说你这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说恐怕这有开头之日 无结束之时了 因为一反弹恐怕要出大问题呀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这些级委书记一定要 你们这个次培训一定要把这些问题 要把总书记这些讲话连贯起来 和历史现实 还有我们的未来呀 我刚才讲伟大复兴是未来呀 两个改年也是未来呀 四个全面就有一个 第一个全面就正好是第一个改年 我们先把第一个改年就登上去 登上去 我们才能够不失信于民 因为这是我们党对 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十八大高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 现在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 说真的干什么事 就干这件事 实现这个目标 而改革和法制 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备前提 对不对 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对吧 所以永远在路上的事 就不能刮风 保持这个定理 不刮风 不搞运动 踩着不变的步伐 这就是五次全会 讲的 今天哪有 我看了徐丽一同志写的这个第一次 你在这个 你们纪检组成立 中办纪检组成立的讲话 讲的不错 徐丽一啊 你报告我了 我批给红检和书弦里面了 讲的不错 大家开始进入角色 我相信我们这个培训班啊 就要解决一个 从思想上 是一些联系思想实际 工作实际 那 学习好 实际上就是什么 为我们这 为我们的整个 整个全面从严治党 把我们自己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位置找准 工作做实 这个学习班就要起这个作用 总书记可有话 空谈是误国的 是吧 这几年我们从严治党两年多以来在 党中央的领导下 我们的事都是做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就跟我跟我说 我说嗨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的道路走到今天 我们这路是走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就像刚才我讲 你这么想一想人民英雄纪念碑 对不对 想一想毛主席那句名言 对不对 我们真是走出来的 所以啊 我是觉得我们的培训班今后就要这样办 大家可不要凑在一块说一通 表态的话还不重要 我们不是在表态 我们最后实际上是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最根本的要坚守着我们党实事求是 求真无实的作风 好了 我就讲这么多 就是谈一点想法 给大家呢 就是说为这个学习班呢 做这么一点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够 对大家有所启发 以至于真正使我们这个培训班办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那么小前一 Kitty �래 好 DM 港 国 业 以及 新闻 是 有 快 谢谢大家